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新剧开机时间确定 男主人选让人意外 刚与杨子合作完 电视剧拍摄在挑选演员时 童年龄段的演员数量有限 而且又要与角色相匹配 所以经常会出现几个演员进行混搭 上演换成恋爱 而与同样的演员进行搭配 也难免会被大家拿来比较 但最终的效果如何 还是只能等剧正式播出的时候才能知道了 迪丽热巴自去年6月份杀青之后就一直没组 甚至因为太久没进组而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 直到之前热巴爆料自己将会年后进组 才打消了这些传闻 也是非常让人好奇他接下来要拍的剧是什么 而近日关于迪丽热巴接下来要进的组也终于确定了 正是已经赚了很久的电视剧《利剑玫瑰》 也是让大家非常高兴 而且这部剧终于确定了具体的开机时间 网传会在4月12号贵阳开机 这意味着离开机的日子不远了 除了具体的开机时间之外 这部剧的组讯也正式曝光 播放平台是俄平台 编剧是耿惠东 代表作有天网行动 还有黄凯文 是谁是凶手的三边开端的四边 导演是苏万聪 代表作是使徒行者 整体看来 班底还算是不错的 除了班底之外 关于男主的人选也赚了很久 从85后到90后 近日男主人选终于确定 正是金世佳 金世佳的颜值和演技 都比较获得大家认可 而宇迪丽热巴也是首次搭档 让人好奇两人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作为一部以警察题材的证据 虽然是男主角 但宇迪丽热巴是否有感情 戏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 金世佳刚刚结束了上一部剧的拍摄 正是由杨子主演的《要久久爱》 在这部剧中金世佳特别出演了男儿 与杨子有感情戏 是没有打败竹马的天江 紧接着马上又要宇迪丽热巴合作了 可以说是连着与九零后两位代表小花合作 也是让不少网友感叹实在是太巧了 当然这也难免会被大家拿来比较 不过两部剧的题材不一样 剧情也不一样 一部剧是特出 一部剧是男主 戏份也有所不同 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可能只能等两部剧播出的时候才能知道了 看到迪丽热巴的下一部剧开机时间确定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